台灣隨者疫苗到貨越來越高 目前最新的統計疫苗的覆蓋率 已經來到了20.4% 但之前在打莫德納的時候 也產生了一些情形 就是有人第一劑是打AZ 第二劑換成莫德納混打的狀況 但目前指揮中心 是沒有開放這樣來做的 不是不支持 而是認為現在研究數據上面 看的狀況是沒有非常多的 因此現在他們也找了 臨床試驗委託台大 進行第一劑AZ 第二劑莫德納 總共有200人受試 當然長庚這邊也做了相對應的混打 同樣也是200人 不過也說如果到時候 國產疫苗的EUA過了之後 也會參與混打的計畫 當然混打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抵抗力跟防護力可能會提升 但是醫生林靜儀就認為說 到底為什麼大家會這樣想 幹嘛要打自己的身體來做實驗 他說國際上面會用疫苗混打 第一個原因就是供貨量不足 再來就是手機的副作用非常大 現在市面上賣的疫苗 其實都經過二三期的研究 防護力是一定有的 但是大家為什麼現在會質疑大廠 反而確信混打的防護力呢 他說其實真的不用急於一時 因為到時候混打的數據 一旦出爐之後 也會成為趨勢 當然也比較安全